台中捷運月台畫面曝光 穿著洋裝的富人成為焦點 因為只有他沒上車 當吊臂落在軌道 其他旅客還正常上下車的時候 他先是探出頭查看 腳步停頓反覆彰望 像是評估確認 最後他選擇留在月台 這個沒上車的動作 讓他幸運躲過一劫 車上證明綠色衣服的外籍男子 在其他乘客逃竄 被撞得東倒西外的同時 他迅速蹲低 穩住自己仰臥戶頭 被網友狂讚 堪稱是最佳逃生典範 這隻長40公尺 重3.3噸的吊臂 進行塔吊作業時 鋼欄斷裂 從93公尺高往下墜 以72噸重的力道 砸在台中捷運的軌道上 釀成一死石傷 而這竟然不是新復發 第一起公安意外 新復發旗下件案 前科累累 加上這次5年來 共有10件事故 造成10人死亡 這次市府要求 揪出建案停工安檢 卻被都發局抓包 建商偷偷施工 我們會依照建築法 以採訪 建案工地防護沒做好 有過失 但終結公司也不是沒責任 在檢討相關流程時 代理董事長這個動作 令人傻眼 顧鼓掌拍拍手 我們為自己加油 網友痛批此舉荒謬至極 都鬧出人民了大哥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還拍拍手 實在是冷血至極 終結隨後發道歉聲明 不是對死者不敬 會持續檢討改進 而掉臂砸鬼後 行政院也全面宣布 要盤點捷運軌道 周邊工程安全 令人避免再生事故 在桐花山景城台中採訪報導